首先呢是要调这个中等墨色 不要太黑啊 当然也不要太浅 而且油漆需要注意的呢 是要干 要不然阴的不行了 所以呢这个就先要拿那个纸巾呢 把这个墨多吸走一些 然后这个菊花瓣呢 要注意的是双线 就是两笔勾一个花瓣 就像这个图上所示 就是说要两笔 你要心中呢留着一个花蕊 就是不要那个 给你画上 这个胶这个花瓣的这个尖呢是胶或者不胶关系不是特别大 就是留一点比较好 因为有的时候吧会容易你要是画成尖状的就不好看 但是很难 有的时候呢你也就也没什么办法 它就变成尖状了 但是尽量避免这个东西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说 上下会或者花瓣会短一些 就是说因为我们这个有这个透视 然后画画画到这边的时候呢 它就有可能是手不是很顺 所以就变成那个有理往外画 这个都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关系不是特别大 所以呢这样呢它就是画出来一个花 当然了然后呢外面还要再加第二层是吧 就是说 这是不是一层的花 当然了就是说这个这个是画的不太好的 就说你这一笔压住 你就说这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东西 像这个也是不是特别好 但是有的时候呢你也没什么特别好的办法 所以呢就是就是这个样子 行现在呢就是画出来一朵画 这个时候呢就说可以把这个花蕊给画出来 就是说是一个圆的 我觉得就是多一些点 就是这个样子 好 然后呢你再画下面的花 就是其他的花 喜欢这个花蕊 然后我们在这个花蕊 就说这边的花蕊 就是这个花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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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真的花蕊